酒是要很快这样爆发出来 所以两个完全个性不一样 你看 年姐很厉害 两个个性是完全不一样 那不管是怎样子的话 今天年姐带来的应该是家里面 所珍藏的好酒跟好茶 那有可能呢 那个好酒的话呢 搞不好会创下我们的记录 因为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 那好茶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好酒就要问这一位 我们的健酒师老九霖 大家好 好 侯姐上回带来了 一瓶酒后那瓶酒呢 在我们这边呢 也标的一个好价钱 是两万块钱 那是黑金刚吧 黑金刚 黑瓶子的成高 回去有没有把它喝掉了 没有 不舍得喝 现在应该要把它喝掉啊 不然后来朋友去了 还是要把它拿出来请一请喝 没有 我都把它收藏 我记得侯姐讲说 他们家黑金刚有十瓶 早期的时候更多 现在还有剩下十瓶 那十瓶全部都收起来 暂时收起来 大概二十年前嘛 我现在买一瓶是三百五 那也很贵了那时候 对啊 没有 本来说 是不是二十年前 应该是二十年前 他买三百五 民国八十年八十一年 那时候买是三百多块 后来占到五百 就一直账一直账 那时候成高那么便宜啊 是买多块钱 所以我现在都是几箱几箱 这样买的 然后现在只剩十瓶吗 你要买还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说我要就有 对 他还是配给的或者是有特权 透过关系买的 要透过关系你才能够买到大量的 对 好 但是侯姐早期的时候也有到那个前线去做节目 然后呢要不然就去捞去 还有拍古宁头大战 那那些司令都没有送你吗 有啦 民国九十二年 我们到那个金门去 金房司令送了我一瓶酒 对 就是今天我带来的 这是金房司令送给你的 对 应该九十二年 十年前了 十年前了 金房司令贾溥义将军送的 贾溥义将军送的 你知道他 那他是 应该不是我的年代会认识的 他跟我先生很好 那我们两家很熟 我很欣赏他 这个将军很不得了的 他 他所以他应该是金房部的司令 他是金房司令 然后他以前有担任过陆军官校的校长 然后他也有做过军团司令 也有特种部队的司令 然后他是陆军中将退伍 前几年陆军中将退伍 然后他现在是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学院 总校友会的秘书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位就是贾溥义贾将军 那他曾经担任过陆军官校的校长 那也担任过金房部的司令 所以在陆军的体系里面的话 他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将级的军官 那中将的军官 所以你那时候到金门的时候 他送了你这一瓶酒 对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瓶酒 而且这里面还有签字 真的吗 在哪里 来 我们先看一下外观 因为我们节目里面很早会把金门特级高粱 除了黑金刚会把盒子带来的话 其实他基本上都不太带来了 因为基本上都烂掉了 那唯独只有你这一个 我们看到那么完整的 那因为等一下那个老酒连也会 因为老酒连也每次都跟我们讲说 如果你的保存酒如果很完整 然后包含这个纸盒的话 它的价值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金门特级高粱酒 所以它不是成高了 不是 好 然后呢 宝月加酿 三公升 感觉好像是过年的时候的酒是不是 这边你看招财进宝 不晓得耶 应该不是过年的时候 后面呢 这边也有写 53度的 那总共 很大瓶哦 三公升装 好 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外包装的部分 那 侯姐 你刚刚讲说 那个甲府又签名签在哪里 签在 酒瓶上面 不是不是 盒子上 没有开 现在这个盒 里面还有个盒子 好有趣哦 来 你看 我特别请他签名 你看 侯姐 你看 他保存的那么好 然后呢 他还特地呢 请这个甲将军 在上面签名 这边呢 甲府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正于哪里 所以 那个 侯姐 都没有骗人哦 正于金门 真的是送 在金门的时候送的 1992年是不是 还是民国92年 民国92年 12月3号 12月30号还是3号 3号吧 30吗 12月30号 要问我 好像是后面写的 好像还有一个零 30号 12月30号 他说30号 12月30号 今天是 31号 31的 刚好 刚好就是在年底的这个时间点 刚好是在这年底的时间点 那真的就是10年了 已经10年了 92年了 已经10年了 来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 这上面 主持人等一下请你也签名 老九龄等一下签名 这好吗 这贾江青送的 因为上了您的节目 这样的记录 我觉得应该上面要签你的名字才对 我们三个人都签 OK 来 我们看一下 金酒公司 这边有盖一个章 然后这边还盖一个章 紫盒这边也盖一个章 等一下 好厉害 来 我待会要问一下 这边有点点怪怪的 什么 好 待会我再问 好 来 然后这是纸盒 然后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 哎呦包装 这个保存的很好 自己把它拿出来 直接拿上来 我来拿 您来拿好了 他把都坏了 因为那个老九龄 每次都叫我不能拿那个 不能拿头 这比较新 新的它这个很坚固的 所以没有任性 新的没关系 我们拿到这边 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好 这一个 这酒没蒸发 酒没有蒸发 黑青酒公司也有点奇怪 那有这款潭瓷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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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踹跨 嘿嘿 这里后面还有呢 不是你要过年 你也取出一点嘛 对不对 弄一个红色的也好嘛 他这就有红色的啊 哈哈哈 然后后面还有一条龙 是不是 这个地方 对 好 来 呃 这边保存期限无限期啦 这边还有一个编号 流水编号的样子 请问这个酒是越放越好吗 当然啦 但是它唯一比较可惜的是53度 它是53 当时90年之前是58 那91 92 93就是用53度 那时候销路不是太好 是因为53度 大家会觉得它 不够烈 放久了香绳路不够 后来又改回来58度 所以这个是53度 但是它稍微晚期一点 又变我是 对 又回来58度 好 来 后面有一条这个龙 好 那我再看一个时间 来 怎么样 你刚刚看那个图章 老九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日期的话 2月21 来 给大家看一下 92年的2月21 那大概就是春节前后 然后它这个 风膜的一个地方的话 是2月24差不多 不过为什么这个纸盒的地方变成4月14了 很正常啊 金门有时候这里盖三个印章日期都会不一样 我都一直不一样 为什么要盖那么多杂 不是 因为它有时候看它心情 比如说有时候它心情不好拿起来就乱盖通 曾经有我收过一公升而已 所以有1公升大概90年的 那上面盖了7个章有3个日期 真的啊 那不是没有事情 等一下 咖啡纶就好了 对 大概每过一个单位 它就要盖一个章 盖一个章 然后那个老九龄就说那个是特殊款 特殊款盖两个章 其实不是它有编号或者是盖两个章的日期不一样 那个叫趣味品 对 趣味品 对 它有的也是有编号的 那那个成分应该是都一样吗 都一样都一样 但是就像收藏油尿一样啦 它会觉得有趣 那回去我看看我们家的那几瓶 我觉得你这就够有趣啦 你这有金融司令的一个签名 然后呢 这个金酒公司还盖了这样三个章在这 对 这里的日期 这里的日期 这三个日期完全是不一样的 2月20 不一样 21 然后这个2月24 这个看不太清楚 这里应该做好了以后 放到瓶子里就是过了三天 所以就盖24 所以然后这边又4月14 基本上它是里面跟外面要符合 而且有时候它物料管理就是比较 没有弄好 对 比较没那么严谨 对对 好 所以侯姐您自己估的话呢 这瓶酒大概多少钱 我猜大概4千块吧 4千块 你们的友情太廉价了吧 我 应该要猜4万耶 对啊 我是想写高一点 可是又有点不好意思 可是因为碰到老九龄 他不敢写高啊 对不对 对 因为他都会给人家压得很低 对啊 那了解啊 就是这样嘛 好啦 那就是这样 好啦 今天老九龄 没关系 为了这句话老九龄 你最起码跟他多增下个1万块嘛 面子问题 你看他又 保证做不到 我知道啦 我真的不期待你 你像马祖在旁边 不是说不能得罪马祖 对啊 在马祖面前一定要讲实话 好 来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个是92年的 这瓶酒应该有没有一个正确名字啊 叫做什么 特级高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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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是什么纪念品 常态 好 来 特级高粱 三公升装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钱 没有签名的话大概5000块 那我估四千也差不多 真的好廉價喔 不是 因為它是很普通的東西 但是有的它的簽名 像你這一瓶我一萬塊給你買 喔 所以它簽 還有老九尼 難得你 所以老九尼 那個交通簽在這個紙盒上面也算數 其實它不只一萬塊 因為你想想看 他們過去的這種機票錢 加上他們的友誼 加上它送年 抱回來這樣 對啊 這怎麼一萬塊 應該兩萬啊 對啦 那我再請他這邊再補簽一個名 就兩萬還是三萬 沒有 重要的是侯姐妳的簽名 有啊有啊 我要請中將再簽個名 然後我再簽一個名 你再簽一個名 老九尼再簽一個名 這樣就三萬五 好像是可以送到那個啦 國際拍賣會場上去拍賣了 好 這一瓶是老九 再過來的話呢 就一萬對不對 好 我願意一萬跟你買 來 買他的簽名 好 如果沒有簽名的話是五千塊啦 家裡面品項完整的話呢 大概是在五千塊左右 好 接著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請那個慈老師 來 我們謝謝這個老九玲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的是大紅袍的茶葉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茶葉 好 那個我們的這個侯姐啊 您這兩 應該是說兩盒茶葉對不對 這兩盒茶葉怎麼來的 這個是去年在福建的一個建設公司的董事長 段董事長 一個女性 她送我們的 我自己其實有到那個魅州島去 五一山去過 那個時候我就有 拍媽祖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有買過大紅袍 可是回來喝我覺得 火味很重 火味很重 不好喝 我不喜歡 所以他送給我們 那這上面有寫 這上面有寫那個 做的人 他自己 他自己特別簽名 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對不對 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是一樣的 他是四盒包的 他到台灣來的時候送我們的 然後做的人 他自己有簽名 等一下我看一下這個名字 是不是他特別簽上去的 好像是耶 好像是 他好像 哎呦 老師 這個是特別送給你們 特別簽的 這個不是一般的 特別 對我覺得他應該是特別簽的吧 這應該不是印上去的吧 這應該寫上去的 要簽字筆寫的 簽字筆寫的 對 所以我一直還捨不得開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好像這個製作的人 他特別有簽了 他應該是段董事長台灣之旅 然後特別守信 那這個後面寫的這個是 這個做的人 做的人 姓王 姓王 所以他這個應該不會是假的嗎 是這樣 這個大紅袍是很有名的 那因為很多人 一到五一三或到中國各地 都會買大紅袍回來 對 那就會想到說 那樹上有六顆 那六顆其實有個故事很有趣 就是當年這個尼克森 跑到中國以後呢 周恩來就說 我送你一個禮物 他就跟他講了一句話說 半壁江山送給你 那尼克森說 哇 你這個就半壁江山 他說原來呢 我送他八公克 我那時候這個茶呢 其實那時候的職財 做了十六個功課 給他一半 說我這就是半壁江山送給他 這樣 就是當初有一個秀財 然後秀財呢 經過五一三這個地方 對 然後經過這個五一三這個地方呢 在那個地方稍作休息 後來呢 他那時候好像是因為有點生病 當時呢 在附近的一個和尚呢 老和尚呢 天心的老和尚呢 就送了 就倒了一壺茶給他喝 喝完以後呢 他就併育了 併育完以後呢 他就要進軍港考 那進軍港考的時候呢 那個和尚呢 就帶了一簧的那個老茶給他 說您就帶到金上 對 帶在身上 那沒有想到呢 他就進京以後呢 他就一舉中了狀元 之後呢 就當上了父馬爺 可是他忘記了那一盒茶了 那有一天呢 這個皇后 皇后好像病急 他就想到說 哎呀 那當時呢 有一個和尚送給他了一盒茶 告訴他說 你如果有急難的時候 你可以拿來喝 然後呢 他就因此呢 送給了那個皇后 沒有想到皇后吃了以後呢 喝了以後呢 從此以後就併育了 那併育以後呢 後來呢 皇后就說 你這茶到底哪裡來的 他就告訴她 是武夷山 那皇上呢 就親自從金 這個 親自呢 趕赴到武夷山 趕赴到武夷山之後呢 找了這個老和尚 那老和尚就告訴他說 那個茶就是從那個茶 茶樹裡面摘下來的 那皇上呢 一到那個茶樹那邊一看的話 哇不得了 因為呢這個茶樹呢 散著一個紅色的金光 應該是說紫光啦 那皇上說 哇不得了 他就把他的紅袍呢 皇上以前出巡的時候 一定要披著那個紅袍嘛 就把紅袍 紅袍 對 剝下來以後把它蓋上去 然後呢 那不久以後呢 當地的村民呢 把那個紅袍呢 把它掀開來 變成紅色的 全部都變成紅色 那大紅袍 同時 所以就叫大紅袍 說法是這樣 這個 好神奇 在中國很多的茶樹 都有像主持人講 這麼美麗動人的姿勢 但是呢 我們回歸到一個現實 這六棵樹呢 品種都不太一樣 所以它發茶的時間也不一樣 對 所以在這個 一開始做這個茶的時候呢 它旁邊還有一個警衛 保護它 那這個茶呢 最現在呢 一億人民幣做保險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給大家看一下 大紅袍的母豬 就是位在五一山 這個岩石旁邊 千辛岩九龍科 好 這總共呢 只剩下幾顆啊 六顆 那現在呢 你在五一山 看到的所有的茶樹 全部都是它的後代 都是從這個母豬上面 分豬分下來的 那所以呢 中國大陸呢 把這六豬的一個母茶樹呢 列為是國家文物 所以呢 派了什麼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 派了警衛呢 在這裡呢 首位 首位啦 特別要來保護這六顆的茶樹 然後還把它保了多少錢啊 一億人民幣 一億人民幣 那這個茶樹呢 曾經有二十克 拍到一百萬 二十克啊 台幣 那你剛剛講那個尼克森拿了幾顆 那個是在七幾年是他給他一半一點點 就是送手信啊 那難怪他會講半壁 他說我給你半壁這樣散 對啊 那這個茶呢 後來呢 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它的無性繁殖跟插枝的這個繁殖 是在80年以後才開始有的 那這個茶很有趣 就是說當年呢 其實在五一山呢 每個人都知道有大紅袍 那在2000年的時候呢 這個整個國營的企業 重安茶廠就 外包給民營企業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香港的茶商去做了 他只能他用大紅袍 可是這個當地老百姓就不爽了 他說大紅袍是我們五一山的這個 共同所擁有 所以之後呢 很多人都可以用大紅袍 所以現在呢 你到了很多地方買的大紅袍是一個拼配的配方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呢 剛剛其實主持人有提到說 這個茶數確實是有做繁殖 但是呢 因為這個繁殖呢 有北斗一號 有二代紅袍 不純 但是這個茶數 因為我去過三次 我為了去了解大紅袍 我從2000年就先去了 在這之前呢 1987年呢 我就請人呢 到這個地方重安茶廠去買這個茶 那時候是7200塊 500克 是買母茶出的嗎 是 認為是 認為是 但是呢 他還把水單保留下來 所以他說買這個茶 搭配別的 不能只單獨買這個 我就把那個幾百克的茶 我覺得哇 秀名啊名啊 不敢喝 但是呢 到了這個 開放的時候 我到北京 去友宜商店 用了100塊的外匯券 買了四包 四包也是叫大紅袍 那是全幣的江山被你拿買 那我就說 我如果太厲害了 友宜商店也有這個外匯券 100塊就可以買到 那心裡有個疑問說 我怎麼大紅袍到處看得到 對啊 怎麼到處看 那現在更厲害 你到了五一山到中國的有茶行 都有寫大紅袍 因為等於大紅袍已經變成是 五一山當地的一個 共同使用 我民國七十八年到那邊去拍 媽祖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在五一山拍戲 對 其實你剛剛講的故事 在那個時候我沒聽到 但是我知道五一山他們每一座山 那個島那個划船的那個 九曲溪 他都會講很多故事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剛剛講的故事一樣的 非常的讓人這個不得了 因為其實就是 都會有一個傳說故事 加深他的一個印象 對 還有加深他的身體 對 但是實際上說這個大紅袍 為什麼能夠那麼好喝 有一個說法 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它長在岩石堆上面 旁邊有一個天心岩 對不對 沒有 這個就叫天心岩 那五一山是個很特別的地貌 叫丹霞地貌 中國有五個丹霞地貌 唯一有產茶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茶叫做鹽谷花香 也就是說 它那個岩石裡面的一些特殊的 一些物理的跟化學的東西 全部在土壤裡面 所以它叫做岩茶 對 岩石的岩 岩石還可以長 對 它這個呢 因為它是岩石的衝擊下來的一個土 所以它六顆粗在上面 所以它外面有用岩石把它圍起來 不然一下雨會流失掉 你如果去這邊看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 這一片的這個岩石 剛好遮住了那個陽光的直射 那大家知道說那個茶葉的話呢 它其實呢 必須要講究的是在一定的一個 它早上要曬太陽 下午呢 不要曬太多太陽 對 所以它那個茶葉 剛剛主任講得很好 就是說那個葉子為什麼是紫的 其實呢 茶樹有個特性 它在發嫩芽的時候 叫紫芽 所以唐代很多時候紫芽茶 就是紫芽它發芽的時候 所以大紅袍呢 我去過的時候呢 去現場看 你看你光聞那個茶葉 就有一個藝的香味 什麼藝 就是很特殊的一種特藝的香味 特藝的香味 還沒有做喔 你一堆 因為他們有做品種改良 就一堆茶放在那個 芋茶園裡面 所以你去看 那棵樹特別 一聞特別香 就是大紅袍 所以它有特殊性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侯姐呢 這個珍藏的大紅袍 大家看一下 上面呢 正面這個地方呢 有寫一個大紅袍 五三茶人 什麼 茶 我看一下 五三茶人 王聖明 王先生 這邊有王聖明提 小小字的 然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喔 我還要請那個 那個慈老師來看一下喔 這上面還有寫一個 叫做什麼茶葉 好來 五三 是 齊民茶葉研究所誌 對 我簡單講一下 因為這個人我認識 喔 他過去是在重安茶廠是 負責對外做貿易的 那我在 剛剛講說說 19 民國76年 我就透過這個澳門的人 跑到安西人 跑到這個地方去買茶 就是跟他買的 所以後來我到了五一三跟他見面 我說 安西去買 安西人 他是安西人 安西是產鐵觀音的 對 那跟這個有關係 那這個安西人去買了以後呢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騙我喔 你買了茶 我又看不到 你拍一個大黃袍的照片給我 所以在80年90年全台北市 有大概十幾家的那個茶藝館上面 掛了一張大黃袍的照片 那就是我叫他拍回來的 就是你幫他看 那這個人呢 就是當時他是對外的 那後來呢 這個人呢 就由於他的引荐就把這個茶呢 給了這個香 這個重安茶廠就介紹了給一個香港人 所以呢 之後的大黃袍只有他可以用 人家講說那個大黃袍喝到後面會有一個桂花香是真的還行 這樣子齁 我喝大黃袍它有分三種情況 一種是清焙的 一個中焙一個重焙 清焙的韻味跟香味比較強 那重焙呢 那個味道火味比較重 那看個人 那桂花香 蘭花香 奇蘭香 各種香味是每個人的感官不同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兩個 呃 詩老師這從外包裝上面 因為他上面就只寫了這些啦 可以可以 也沒有寫日期 我不曉得這個到底放了多久 那那個侯姐 你大概放家裡面放了多久時間 就去年他給我們 去年的 去年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給我們之前 他自己放了多久我就不曉得 詩老師這樣子能估嗎 還是說我們必須要把它打開來看 不用不用 我先估你再打開來看 我說對不對 真的嗎 對對對 好 來那個侯姐可以開嗎 呃 好啊反正有兩盒嘛 開一盒 那好了啦 反正如果價格不高我們就把它開了 甚至把它試喝好不好 好 那如果價格高一點的話 我們就還是繼續增長 我等一下 對好啊 我等一下還有別的給你們喝 好來 那侯姐您自己估的話 估大概多少 我不曉得耶 不曉得 我真的不曉得 因為說實在的我也太清楚這種大紅袍的一個價格 好大家都想要知道 好來齒老師 這來自於這五一三的大紅袍 叫做哪一個研究所啊 齊民 齊民 齊民研究所的一個大紅袍 目前市場上 好簽一下四 多少錢 六千五百塊 哇這麼貴啊 六千五百 很貴耶 兩盒 兩盒六千五那還好 很貴 這很新耶 這個喔 這個原來是這樣估的喔 它原來是一個set 四盒 四盒裡面呢 只有一個是大紅袍 其他的是水仙肉桂不同的 那它賣大概是一萬兩千多塊 那只有這裡面是十克 一小包 那這個十克呢 裡面這有八包 這一包裡面是八十克 所以呢整個是 你說一盒裡面幾包 八包 八包 才八包而已啊 八包齁 一盒就要三千多塊了 一包要多少錢啊 對 所以是很貴耶 算貴啦 那這個 還要貴耶 這個茶呢 因為它裡面是用鋁箔包的 所以一般 現在一般 喝這個茶就拿一包出來 就泡一泡 那泡一泡是一個人喝而已 沒有就幾個人 五克到十克 一般就是一包把它泡完 那要泡幾分鐘 呃 泡茶的時間看個人的口味 好 大概三到五分鐘就可以 好 那這個茶呢 它因為是算它在這個 這個做大紅袍這個裡面 系列裡面是最高端的 所以送你的人呢 一定是覺得你是很棒的人 所以才會拿最好的給你 來我們來看一下後面這個 百年 百年 因為這個呢 居然有百年齁 來百年的一個老茶磚 來 侯姐這一個茶磚是怎麼來的 這個是我先生的一個高中同學 鄭達華先生 在他們家裡面已經放了大概有兩袋之久 所以應該算是差不多有一百年 因為他現在也快七十歲 然後他覺得這個茶很好 那他就送了我們一小塊 那我們也覺得不錯 那我們就把它那個一整塊的 借到節目裡來 鄉親老師幫忙評估一下 因為他說這個是百年茶 這一看就知道是那個普爾茶 對啊 我們來打開來 可以打開嗎 可以可以可以 這裡面是一大片嗎 一大片 我帶了一小片 是他送我們的 這茶怪怪的 你確定這是茶嗎 好像那個黑那個磚頭一樣 不是這很像香皂啊 這很像水晶香皂啊 你確定這是茶嗎 是啊 沒有味道啊 鴉片 鴉片 你會不會收了一個偽禁品進來啊 不曉得 但是鄭先生如果是偽禁品就要找你了 這也怪怪的 因為上面寫的文字我們看不太清楚 不是那時候聽說是中國做出口 賣到那個俄羅斯的出口的茶 這個什麼意思啊 NO60啊 這是編號60嗎 不曉得 這完全都看不懂 然後呢他 很硬 唉唷 我能敲嗎 你敲 你敲敲看 敲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他送我那一小塊 我先生 我先生花了15分鐘 用刀子一直搓搓搓才搓出 一公克 那我等一下如果打壞了不管喔 好你不管 我幫你扶著 我先跟你講 因為侯姐 估這一個茶磚的話 估十萬塊 先告訴大家這一個他自己估十萬 那我如果把它敲壞的話 你不要跟我要十萬 然後賠不起喔 沒有問題啦 敲沒有問題啦 輕輕敲一下 好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再重一點 沒有問題 非常非常的硬喔 這是個 拿到大力一點 所以你太硬手了 對啊 還可以更大力一點 這個茶在當時 這個茶如果送到這個 我們就蒙古一帶 他們的那個蒙古大力士 就是拿這個茶 看你做得好不好 是往地上摔的 摔不破這個茶才好 是這個 所以你說 我的口就給他摔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茶是賣到蒙古那一帶去的 沒有這個茶是這樣 這上面幾個字 要密碼 那我看了一下 因為我對這個有一點接觸 這個是俄文 俄文 俄羅斯文 這個字的意思 這個 這個字 就是甲籍的意思 就 wish 甲籍什麼意思 甲籍 這個最好的 甲籍以及 wish 這個是 wish 就是甲籍的意思 對 那這個呢 這個logo有趣了 因為這個 中國跟俄國 好來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特型一下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logo 這個logo是一個船 對 那這個logo上面有一排字 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製作的 因為在中國跟俄羅斯 在貿易上面 俄羅斯曾經來過中國的漢口 還有福建 設紅茶廠 紅茶 紅茶廠 這個是紅茶 那這是紅茶 這是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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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都看錯 還好 不是偉信品就好了 各位現在可能比較知道 俄羅斯可能離各位很遙遠 有一個trainning 我才去過 trainning有沒有 trainning trainning這個茶 他們曾經也跟 在中國做過這個 漢口湖南湖北 尤其像湖北 有個趙里喬治茶 也做這個東西 那我們在台灣 非常少看到這個 那這個上面 這還有一排字 你剛剛講像肥皂 像巧克力對不對 這個是 三個是個logo 就是那一家廠裡面的logo 那當年呢 俄國在中國做的是特許的 有六家 有六家廠 那這是哪一省做的呢 這個是湖北或湖南 漢口都有可能 那這個裡面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看它這個編號 它為什麼有編號 它就是 這個茶是有規格 它有兩種 三十公分左右 長 十幾公分 這個三公分的 這是甲級的 另外一個二十一公分的 比較小 長一點 那為什麼會做成這樣 因為運送方便 你這樣一疊起來 這個運送非常非常棒 而且它這個是用紅碎茶的方式 所以非常非常堅硬 所以它這個紅茶 把它弄碎了以後 做成 壓 壓 緊壓 那在俄羅斯呢 因為天氣非常非常冷 所以他們平常就喜歡喝這個紅茶 而喝了這個紅茶 因為它還配果醬 這一塊大概有多少年了 這一塊 這個因為我們看茶的氧化 所以從邊邊來看 因為它外面已經有油光 而且有點龜裂痕跡 那這幾個圖案 像鐵釘的圖案 是因為它在做鎮壓的時候 哪裡有鐵釘圖案啊 有沒有 有有有 釘紋 這個就是因為它壓膜的時候 那個地方會要酸住 會留下這個痕跡 這好好玩喔 這很像那個 這個密碼 這很像那個送乳窯 那個 乳釘紋 對乳釘紋一樣 這邊你看 這邊有一個釘 這邊有一個釘 有沒有看到 對 一共六個釘 這樣子看得到嗎 這邊還有一個釘 然後呢 這邊也有一個 這邊也有一個 這個也有一個 而且我們看它的年代 就看它因為茶呢 它有丹寧 它垂的時間會慢慢的 就是它的年代 會慢慢出現油光 那這個已經出現油光 泛油光 油光不是像摸亮亮 就是你測光看 所以它大概有多少 多久了 這個年代呢 如果以這個廠設立的時間 跟斷代來推 應該是在清末的東西 唉唷 清末 不得了耶 清末 那當然一直到1911年到1940年 這個茶繼續在出產 一直在做 到現在就沒了 現在是已經改朝換代 清末到現在有多少年了 1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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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他說這個在他們家應該有 既然100多年 我順便給大家看 因為待會我要給大家看的一個資料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資料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來 來給侯姐來看一下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現存在中國大陸 最老的一個普爾茶 它是一個茶團 它叫做什麼 它叫做萬壽龍團 那萬壽龍團就是清朝光緒年間 距今大約有150年左右 當時被發現是在1963年 他們在整理故宮的時候 沒有想到在地下室發現了這個老茶團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老茶團現在價值50萬美元 相當於1490萬 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來 不得了 不得了 你這是清朝的 人家一直想那個普爾茶是可以喝的古董 茶是可以喝的古董 可是老實說那是紅茶耶 紅茶跟普爾有差嗎 可是你要想 就算是 就算是隨便一個東西 它是從清朝放到現在 它就是古董了 對 然後呢 這裡面的話你看 剛剛那個老師一講的話 就延續了整個中國大陸的一個歷史 近代的一個歷史 從清朝到民國 茶茂的歷史 然後你還講到了武漢 武漢當時一個通山口岸 後來被人家佔據住了 你看 這整段歷史全部都拼湊出來 其實久遠以前都是國外到我們這邊來學這個中國茶對不對 好來 我不知道你這個老師 老師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孤 你孤十萬 我覺得被老師剛剛這樣一講 我覺得十萬好像有點便宜 真的嗎 好來我們請老師來幫我孤一下 孤完以後我們再來看看 再吃我 好來我們再來看看 好這個呢 一個茶磚 紅茶的茶磚 然後呢 據估計呢 應該是距近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大約是在清朝時期的一個茶磚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值多少錢 如果這個茶的一個製作是俄國人當時來中國設廠而留下來的 那這絕對是國語 人頭茶如果說以五十萬美元算便宜的 因為現在的胡元昌就是欺騙大概是八十名到九十名 賣了兩千一百多萬 好茶酒 敬好朋友 送你請選 惡目堂 裸妝就夠了嗎 不 我要自然裸肌 突破性三玄護膚科技 全新OLACC雙 一抹是熱流膠 展現自信裸肌 妝感掰掰 I loveOLACC 好茶酒 敬好朋友 送你請選 惡目堂 一個茶磚 紅茶的茶磚 然後呢 去估計呢 應該是距近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大約是在清朝時期的一個茶磚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值多少錢 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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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價就是無價之寶 就是你根本買不到的 這樣講 因為為什麼講無價 因為普爾茶有拍賣紀錄 比如說剛剛你提到那個人頭茶 對 人頭茶如果說以五十萬美元算便宜的 因為現在的福元昌 就是欺騙 大概是八十年到九十年 賣了兩千一百多萬的行情 那你說它貴嗎不貴 如果是清廳裡面 但這個茶有一個歷史的意義 就剛剛你提到的 它記錄了俄國跟中國茶的一個貿易史 第二個如果這個茶的一個製作是俄國人當時來中國設廠而留下來的 那這絕對是博物館級的 我記得有一年我在芝加哥的博物館 我真的整個幾血滴戶答案你知道嗎 我剛剛拿了一個冰帶的東西欸 你是塞骨製的 所以在那個芝加哥博物館 芝加哥博物館 會有人類學的博物館 我去參觀過 結果我就看了一個西藏館 它里面就类似的东西有放着 我的记忆非常鲜明 就是这种茶砖 然后它上面是写赵李桥 那我们大概这样的茶砖 现在目前市场上可以看得到的 大概有三种 一种就是我刚刚讲 川宁有一个 有一支Fone的 我们iPad里面有一个图案 如果要看的话可以补看 那个图案就是当时的一个红茶 1940年做的 在赵李桥有一个火车 我记得在70年代 日本的百货公司上面 只要有中国馆 一定会摆一张一个这个茶 然后用木头 用两支笼这样把它做一个demo 非常非常珍奇的 但是呢 有俄罗斯文的 没见过 没见过 那你之前的话有见过吗 我见过 你有见过 我在博物馆 所以没有想到呢 今天博物馆你是不能碰得到的 今天居然在我们现场 就要碰得到了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一件物品送到拍卖市场 拍卖市场会不会收 拍卖市场就要看什么机制 比如说 现在流行普洱 那现在又流行黑茶 那将来又流行这个茶砖 那这个当然是可以创很高的价格 好那如果现在 送到这个拍卖会场上的话 因您估计大约可以拍到多少价格 这个市场 我们没有拍结果 我们很难这样去推断 但是呢这个东西因为 第一个市场的机制是这样 尤其是茶跟文物是很接近的 当很多人追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 就接接高深 就像老普洱 我们在喝红韵的时候是 算千的 现在是百个 百万的 那不可同入而语 所以这个茶只日可待 来我们请史老师来帮我们呢 这个我们来喝喝看 这来自于清朝时期的老古董茶 哇这不得了 我想到说 哇天哪不得了 这同一块吗 同一块 那家有好几块 那种可以喝了 然后他用了一袋给我 我们来往这边一袋 您可以看一下 刚刚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他公司的三个简写 这是俄文 那刚刚也讲说油光 你看看黑黑的你看不出来 可是你断面你可以看出来 你看这个红茶的颜色就出来了 对对对 比较咖啡色 比较浅 但是呢 这个上面又油亮油亮 那因为 我知道有宝出现 所以我带了一个很珍藏 也是百年的古董 这个你看那上面呢 这是一个当年呢 中国的习器 习 它这个名字的logo英文 这是潮汕那一代 外销召世界 后面红叶码 在后面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个潮汕的一个logo 那这个这个是一组三套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盖子 来这边 汕头 这个汕头 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俄罗斯人喝茶呢 汕头在这边 对对对 盐济的 好盐济 盐济 就是一个三号 好这个呢也是一个 古董 老茶具 对这个有100多年了 好 那这个东西 100多年茶具配100多年的茶 老茶 这个茶呢 我们通常就用一个比较 好的力气 我们在这边 直接在这边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用这样慢慢剥 好 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 其实已经当当了 对对 已经先做了一些了 因为这个茶酸真的非常的硬 对 那甚至呢 我们用那个扁钻下去 这样子 最好不要用扁钻 弄不太起来 你看 如果用刀子这样子 对 就用慢慢这样划 这样划 那当然再过去 因为它比较新鲜的时候 不会这么硬 对 所以它一打一弄就破了 可是老师这样子 会不会弄起来以后 它就像是那个咖啡粉 对啊 都是血血 其实呢 我们喝那个tea bag的那个茶袋 其实也都是这样 你把它打开 对 对 都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 是这样 就这样刮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集合起来 集合起来 你看 真贵 人家说 这个像刚刚大王宝 真的是在清代的时候 一两黄金 买一两茶 那这个呢 如果说无价的话 这个已经超过了 好 来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好 那老师那个节目过来嘛 好可惜 我们这样子会不会用到几万块的茶 对 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因为这个茶如果将来拍卖 创高价的时候 你们每个人都有 这不得了 那第二个 那第二个 我们就把这个打开 这个 spray的打开 把这个粉放下去 那放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 这里好了 刚刚有担心说这个茶会不会跑到里面 其实 那么细 对 因为它磨得很细 那我们注水的时候 因为这个就帮忙了 如果没有这个呢 这个茶下去 很可能就会直接冲到一个点 就全部流下去了 到你们节目都赚到耶 晋雪 上次那个晕炖跟汤 一中六七 对呀 对呀 还有老酒好喝 然后现在要喝老茶 对 百年老茶 这个绝对是 哇天哪清淡 这个绝对是一个 而且你自己在家里面 没有喝过啊 喝啦 上次我先生就跟你讲 只弄了一刻出来 只抖就酸了 我们注水的时候 不要太急 你看这个下去 它慢慢慢慢 它可以 很匀 你看你听到声音没有 有有有 会滚 它那个水 有没有 好像下去了 再来一下 旁边上 我现在已经看到那个年姐 鼻子一直吸 一直吸 闻到那个茶香了 那当然呢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下去 你看颜色就很深 很厉害 很厉害 好厉害 对 我们刚刚其实只放了一点点而已 对呀 好香喔 好香喔 真的吗 有有有 它飘到这边来了 有有有 你看它还在聚聚点 你看它完全不会掉下去 看到没有 对对 它那个茶渣很小 很细喔 但是呢 它就还不会掉下去 它就慢慢过滤 慢慢过滤 它会掉下去 有没有看到 慢慢过滤 有没有 整个都浮在上面 而且泡开以后呢 对 这个茶渣很均匀的分布 嗯 均匀分布在上面 一层都在上面 好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喝到这个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茶酒 敬好朋友 送礼请选 恶木堂 裸妆就够了吗 不 我要自然裸机 突破性三玄护腹科技 全新OLACC双 一抹水润柔胶 展现自信裸机 妆感拜拜 I love OACC 对 好茶酒 敬好朋友 送礼请选 恶木堂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喝到这个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让大家看得到吗 对对对 你看有没有 完全 而且那个茶叶因遇到高温 它就膨胀了 它就会掉下去 对 就变大 虽然它底下的那个孔 其实看起来好像蛮大 但是它那个渣 居然不会掉下去 对它看起来细 可是不会掉下去 那现在这样子可以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 老婆 不得了我们要喝清朝的茶 这过去的话呢只有 真的 对这过去的话只有 老佛爷可以喝的 真的耶 侯姐 我们这杯把它放多一点 你一点是老佛爷 然后那个老九龄跟那个云忠岳 云大哥呢 你们是皇帝 对 你看这个茶参颜色这么深 你看 贝勒 我们其实只是把它冲下去而已 它也还好深喔 我们连泡都好像没有什么泡到 因为这个七五它的特性性 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老师真的很像普洱茶的那些色 我们要不要再注进去 够吗 大家就稍微品一下 那那一杯如果要摄影拍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 再来分 一口好几千块 对 那各位如果有喝到一点磨没有关系 因为中国人喝茶是叫做吃茶 吃茶 吃茶 吃茶就是把茶抹成粉 像日本的抹茶就是在吃茶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怎么都喝到磨磨啊 这个喝起来怪怪的 老师这个茶可以配这个 当然当然 你这个饼干看起来非常苦口 这我女儿做的 好来大家看一下 今天太有福气了 太有福气了 这个茶汤 好茶美食 特别的滑 我们刚刚看茶好不好 没关系 我们给它分进去好了 分进去 好来 这样每个人可以多喝一点 对可以喝一点 太多了 老师那剩的还可以再泡吗 可以啊 这个茶泡个三泡四泡没问题 那不好意思 那我们就继续再泡下去了 好来 来我们来 对对对 我继续泡了 好 那这个茶呢一般在 呃 我们现在喝红茶都有一个概念 就是一泡就喝完 你看这个有一个红性原理 嗯 它可以慢慢慢慢泡 好 好这样差不多 可以泡几次 这样子可以泡几次啊 呃这个大概两次到三次 因为量很少 嗯 如果量多一点可以 可以泡几下 余大哥已经受不了了 太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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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一口要好几千块了 先闻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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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来 没关系 我来 谢谢 有了 有 OK 谢谢 好 好 你喝一口 它有一种清香 好 大家闻一下 哦 哦 一种很特别的清香 嗯 一喝就知道一百岁了 一百岁了 好 还甜甜的 很古老的味道 对 这真的 古老的味道 这古老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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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药里面有些会拿老茶 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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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以前其实有那个中药的味道 对 中药的味道 老九龄 我感觉这个茶喝起来也是有那个老味 它老味很重 可是它没有那个普洱的那个发霉的味道 没有那个味道 没有那种干净 但是它没有那个药 那个像普洱那种药香那么沉 对 这个是另外一种风味 对 这个风味我还没有喝过 对 这个有点我们一般讲叫木脂味 对 木脂味 它就是一个木头成年以后 产生的那种木脂味 那这个木脂味你喝完以后 你可以把牙齿好 微微张开 然后吸一口气这样 那你会觉得牙齦有两亿生风 你会觉得那个牙齦会有良情 这个茶末可以喝下来吗 可以 我吃了 它应该已经是那个中药的一个味道了 好 好来 这个年姐呢 那年姐您自己喝起来的话味道怎么样 有一种很淡淡很优雅的味道 好 跟猴姐的气质很香 优雅 真的淡淡 可是有余韵 好 谢谢猴姐了 谢谢你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云中月云大哥 云中月云大哥呢 上回来的时候也是带了酒 这一次也不一样 除了酒之外呢 也有茶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 这有点小罐 那这瓶酒的话呢 叫做大驱酒 大驱 对 这瓶酒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我到金门去啊 这个有一个朋友送我的 因为这个是非常老的酒 七七十几年的酒吧 民国七十几年了 你是去金门的时候他送你的吗 对 那那时候怎么会去金门啊 也是去绕军 去绕军 我有朋友在金门 所以你当兵不是在金门吧 我不是 七十几年的时候你应该也当兵了 退伍了 已经退伍了 对 你那时候去绕军的时候是你自己去吗 我们 就是明星篮球队到金门去绕军 第一次去 然后我们有啦啦队 又有篮球队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要仔细看一下这张照片 您姐一定要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不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讲F4 F4 有没有 来给大家看 云大哥的F4 那个年代里面的他们F4 你看给他看一下 鼓子的就是云大哥对不对 不得了 你看排 这个坐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多气派 然后每一个呢 全部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素质实在是太整齐了 你看为什么没穿制服啊 来 给大家看 来一个一个告诉我们 云大哥在这边 好 然后云大哥你旁边这一位是谁 汉哥 秦翰 来秦翰 然后再过来呢 武克帝 武克帝 然后再过来呢 徐明 徐明也在这边 就硬菜 所以 我们这几个三个课子都差不多高 都是180 因为那时候是那个明星篮球队 明星篮球队 就是那时候的F4 对啊 就是那时候的F4 哇 那拉拉队是底下这个吗 有一部分 像这个是刘尚千 刘尚千 刘尚千 那时候也一起打球 对不对 他刚好没有拍到这里 对 刘尚千 然后这一位呢 熊海琳 熊海琳 然后呢 这个好像是林南师吧 林南师 林南师 然后再过来呢 这个是一个朋友 工作人员 哦 这个是朋友 好朋友就不用说了 大声来看哦 好所以你那时候的话 就是去那个金门去绕军 然后带着明星篮球队 去那边打球 跟他们官兵打球 打球 这个飞机 老母姐 我们下飞机之后 讲话都听不到 对那耳朵都阵容了 太大声了 好大声了 好大声 对 那上面有没有空姐啊 嗯 没有 老母亲也没有空姐 老母亲当然没有空姐 只有那个 类似像座舱长一样 就是一个飞行员 正驾驶 副驾驶 不是 那旁边还挂着降落伞 降落 就是如果发生事情的东西 趕快穿上 趕快直接跳下去 没有我哥说老母亲是很安全的 哦 对老母亲是很安全的 对 好所以所有的人呢 全部都坐在这老母亲上面 就不是这样子排排坐 就是两排 对 全部坐满那两排这样子 所以当时你到那个金门去烙军的时候 他送了你这个行军酒 好 我们来看看 我发现那个金方部司令都会送那个一盘的酒 一年 对 我也有一盘 刚刚那个侯姐那一盘你也有 对对对 哦 那你知道是 那你是哪一年的 我七十几年的吧 那你比我更 你忘了签名吗 这个云哥 我已经在宙子里面了 一拼一拼一拼 大盘的已经喝掉了 然后只剩下小瓶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不够喝就流到现在 这这这这温冕 这个一盒是两两瓶装的 它好有趣哦 你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小 然后呢这就是行军酒了 放在口袋里面 放在身上的 口袋这边 直接丢进去 直接丢进去 然后呢放在大衣里面 就直接带着酒 对啊 像陈松永都这样 对以前正会一拼的时候 天气很冷 穿大衣就放在里面 可是你觉得 可以这样子喝酒吗 没人看到就可以了 所以就让大家这样子 藏着喝酒 你不要喝醉了就好了 以前是这样的 好来 云大哥讲的没有错 给大家看一下时间 七十八年的十二月六号 七十八年好喝哦 这个很好喝 不相信可以打开来喝 给大家看一下 它居然没有蒸发 没有 居然没有蒸发 好好的 可以开一瓶 开罐来喝 对啊 包括这个合酒 对啊 我有带一个那个 钢灰酒 我们没有要喝那种 钢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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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报告快要坏掉 拿来给我们喝 完全没开 但是剩下三分之一 人家侯姐 刚刚还送了我们 给我买 你这个开一瓶嘛 你这也不过七十八年而已 还两瓶 我待会有很多礼物 要送给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小声 我等一下酷完价 好啦 我们酷一下 酷一瓶是五百块啊 对啊 那就给了 就喝了吧 五百块开不开 也不开了 就喝了吧 不是 把他 再摆酒一点 看会不会再酷 不会了 想太多了啦 酒一瓶是刚刚把他喝掉啊 对不对 你那三公车的 你都把他喝掉了 你留一个一百五十 稀稀的干嘛 那三公车 到我 我一堆朋友 就是秦翰 一大堆人 刚好我生日 我们就把 那一坛就喝完 喝完大家都醉 我们就想说今天是您生日吧 好 老朱你生日 好 喝掉了 好 来 老九龄我们来酷一下 大屈酒 七十八年的 两瓶一起酷喔 老九龄酷了酒 他说 半价了 大家都知道 观众朋友 看完之后 他的价钱在成后 就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我是讲市场的行情 不是你心理的价值 不一样 我老九龄酷的价格 确实是比较高上 市场 你不买力换 我卖给你啊 大家都这样说 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很多 不然这样子好了 他如果估一瓶 比如说五百块好了 我们不要开这个 你直接跟他买五百块 然后我们把它开来合这样 好不好 我家很多 不要买两瓶 哈哈哈哈 那你家贴了很多 那我们就开一瓶 哈哈哈哈 好 来 请估一下 大屈酒 七十八年的 大屈酒 两瓶行军酒 目前市场上 行情价值多少钱 好 五十年前的 洪泰汤的老婆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值多少钱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拉瑞辛格 1888年的白蓝帝 目前 市场上的 好 其实下次 多少钱